大家好 现在是2020年5月12号的晚上6点钟 今天我们要完成一个挑战 就是到晚上12点以前 我们要发出5篇视频 这个就是第二篇 今天要跟大家讲 我们澳大利亚发生的一件天大的事情 很多人可能会讲了 你这个事情是不是说 中国要对澳大利亚征收大麦关税的事情 我跟你说还真不是 那个事情跟今天这个事情比 完全不是事儿 那个事儿但是今天我们另外一期视频里面会讲的 今天这个事情它引申出来一个道理 就像之前在我说YouTube断了我广告 这两个视频里面很多人说 YouTube断你广告它并没有断你的言论 你还是可以发 所以这怎么能说是损害你的言论自由呢 今天通过澳大利亚这件大事 我们可以来引申一下 来谈一谈到底断你的财路 是不是断你的言论自由 今天澳大利亚发生的大事是什么呢 澳大利亚一个35年的 做了35年的电台广播员 2GB的Alan Jones宣布我要从电台退休了 很多一般人觉得电台主示人退休 这算什么大事情真的是 你可别说 这个人 这个Alan Jones 之前在有一期节目里面有人已经提到了 Alan Jones在澳大利亚的地位 你想总理你是过几年换一届 过几年甚至有时候一年换两个总理 总理你是像走马灯一样的 35年在这样一个能够影响公共舆论的 头牌的位置上的人 那个影响力比总理只大不小 所以Alan Jones退出radio 这个事 但是他虽然只退出radio 因为他说自己身体也不好 80岁老人了 80岁老头了 他做了35年 他是从40几岁开始做的 做了35年 80几岁老头了 他说我实在不行 不能在这样每天早上 两点多钟爬起来做这个节目了 医生说你还得多活两年 所以我们也觉得能够理解 那么另外还有一种阴谋论的说法 说他退休不是因为到年纪了 80岁还能干很多年呢 而是因为他去年针对新西兰总理 大家知道的Jasina Arden 然后说这个人干涉澳大利亚内政 然后他说了一句很狠的话 说希望我们总理能够找个机会 把袜子塞在喉咙里面 让他住嘴这个意思 然后闭嘴 不要再干涉澳大利亚内政了 因为这样一个话 所以有两个女权组织 这两个比较左的组织 一个是叫做Sleeping Giants 还有一个叫做什么什么Witch 我忘了 什么什么女巫的 反正这两个都是比较左的 偏女权的这样一个组织 说你这是侮辱女性 然后他们做了一件事情 他们其实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就是他们会找我们刚才讲的2GB电台 找2GB的所有的广告商的清单拉出来 然后他会是一个一个针对 说你那个人说了这个 我们觉得这个人是反对女性的 你来支持她的电台 那我们就要一起来抵制你 我们要对你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他就要一个一个逐个的击破 让这些公司在这个电台抽出他们的广告 通过这样的方式 试图去影响电视台的舆论也好 或者影响个人的舆论取舍也好 当然了这个老头后来 这个老头一直都这么说的 我说错话我是肯定会说错话的 道歉我也是肯定会道歉的 如果我觉得说错话了 这个是我是确实是有不对的地方 我是道歉的 但是通过这种方式 你来对我我一定是不服的 所以呢像这样的情况 很多人说他是因为电台给抽广告抽了这么多 然后就劝他你还是退休吧 这个我们谁也不知道 有可能 但是我个人按照我个人的理解 80岁老头确实也该 特别是在新冠肺炎 你想他每天还要跑到演播室去 80岁老头还要跟演播人员在一起 还不戴口罩 你说他到年纪了 医生建议我觉得是很合理的 我们不谈这个 我们就谈刚才这一种 就是说方式是通过去针对商家 是让商家不要去支持这个人 也不要支持这个人所在的公司 然后让这个人所在的公司 所在的电台反过来去屈服 去对他实在压力 这样一种做法是不是在损害言论自由 大家这个事情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我在大家思考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了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中国华东政法大学有一个教授 叫做张雪忠 这个教授他很早的时候 在微博上就很有名气 我刚上微博没多久的时候 他应该是一二一三年的时候 在微博上是很火的 因为他敢于说一些希望能够推进中国政改的话 甚至他提议过 就是说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就是马列主义这个思想 作为必修扣还是什么 还是作为一个必修的学分 还是怎么样子 就是在衡量学术价值的时候 这部分应该把这部分去掉 等等这样子的建言 就是希望能够推进进一步政治改革 这个人我刚上微博的时候 一直是他的死忠粉 但是后来到2013年左右的时候 因为这样的话习近平大打上台以后 因为这样的话 他就被微博给彻底删掉了 然后还逼迫他所在的学校 华东政法大学 一开始是撤掉了课程 然后直接就撤掉了你的教授学位 然后他是跟律所当时是有关系的 就断了他的后路 就把律所也迫使他律所 跟他解除合作关系等等 就这样通过断你的财路 一点一点一点 最后直接就把你开除了 让政法大学把你开除了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让这个人希望屈服 但是这个人没有屈服 就在今年就在几天以前 昨天好像就是他又发声了 发了一封公开信 我希望能够启动国民制宪的过程 然后最新的消息说他已经被警方带走了 所以说张雪忠教授真的是非常的佩服 之前我讲过 在墙内其实有很多的高人 很多的勇士 他们做的很多的事情 是我这样一个数字所远远不能及的 所以张雪忠教授能这么做 我觉得是非常佩服的 但是我在今天另外一个视频里面 也会分析张雪忠教授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但是我们从刚前这个事情里面 又能看到同样的一个元素就是什么呢 它是通过断你的财路 断你的经济来源 甚至是通过你的周围的家人去对你施加压力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维稳手段 我也不用多跟大家解释了 所以那么在这个事情上 国家作为一个公权力 去断人的粮草 让人不说话 这个是不是打压言论自由呢 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是 今天我还要再说另外一位 就是我觉得墙内 我觉得比较佩服的这样一个人 这个人叫做 很多人可能都知道 他的网名叫肉唐僧 他本名叫徐志荣 他是一个苏州人 原籍苏州 但是在东北待过 然后后来又回到苏州去 等等这样子 这个也是一个对于 比较 我不能说他是个学者 这人绝对不是个学者 很多人对肉唐僧这个名字是没有好感的 因为这个人是说起 不是说起 骂起人来 那个是一诀呀 但是肉唐僧他也是在15年吧 还是15年一几年的时候 在微博上被消耗了 后来他不断有小号出来 每出来一个小号我都跟着 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 肉唐僧出来我都会跟着 肉开头的那个号 但是最近是严格的被打压 而且他现在是不得不去 因为别的地方不肯接收他 也没有人再愿意去用他 反正他只能去种田 养猪养羊这样子养鸡等等 他就开了个淘宝店养鸡 勉强地维持生计 我已经很久没看到他 因为他已经在微博上消失很久了 我也很久没看微博了 但是他做过一件事情 就是当时中国有几个公民的学者 因为被抓了 或者是因为 这下刚才我们讲的 迫使你断你的财路 然后人家要养家糊口怎么办呢 那么他就组织了一个送饭党 就什么意思呢 他当时利用自己微博的影响力 比如说这个人 因为他主持某一种政治的主张 结果被政府针对了 他没钱了 家里人等你下锅 他说我们能不能一人出一百块给他送饭 支持他这么做 当时他成立一个这样的送饭党 然后也确实就解决了有一些活动人士的 他的燃眉之急 但是后来就是因为送饭党这个事情 就被盯上了 然后他的微博也就没有了 那么很明显嘛 这是一条维稳的行之有效的措施 如果这么做的人多了 送饭党多了 但是没有效果了 反而不但没有效果 反而有反效果 人家会大家一起来集资来帮助这个人了 那这个中共不就玩不下去了吗 所以肉唐僧自己也因为送饭这个事情 后来他的号被削了 这位不管是他的气节 还是他的学术水平 还是他对于这个世界 包括西方包括中国的认识 而且我个人觉得他智商也是比较高的 我都是非常佩服的一个人 肉唐僧是我佩服的人之一 如果有新的情况 我会试着跟大家通报一下他的新的情况 反正他刚才这样的事情 你可以看出来 要饭 要饭 在党国体制下只能要饭 和送饭这两者 其实对于言论自由 对于言论有多么的重要 你断了经济来源 我们中国人古代都讲说君子顾穷 然后君子不识 接来之时 这些都是对的 没错 君子顾穷 但是还有一句话叫做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你说君子爱财 我爱财我取之有道 但是有人硬要掐掉我的道 那怎么办呢 所以中国文化里面是有很多这样自相矛盾的东西在 我个人认为君子 还是我赚钱赚得正大光明 我要饭也好 求打赏也好 正大光明 但是如果有人去针对你这个正大光明 来做一些事情的话 我就认为这个人是打压了言论自由 尤其是一个国家和一个公权力 我们话回到澳大利亚来 那么澳大利亚国家没有打压呀 但是我们刚才讲了这两个组织 它虽然是在社交媒体上发起的活动 但是呢其实另外那个什么女巫 那个组织我没有去看 那个好像不是一个太入流的组织 这个Sleeping Giants我去看了一下 它是一个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峰值的组织 这是一个背后必然有大型的资金的注入的 这样一个组织 它在全世界有非常多的峰值 所以我认为这样一个组织来做这样一个 就是所谓叫断粮草的这样一个事情 它的实际的性质跟政府去做是一样的 一定程度上讲 甚至这样一个组织是在干涉 澳大利亚的本国的内政 所以而且我对于这样一种断粮草的方式 我在以前讲的时候 我在以前某一部节目里面就曾经讲过 这样一种方式是不对的 我们所有人其实右派也可以这么做 大家都可以这么做 所有人都可以反过来这么做 你是不是支持共产主义呀 你别人得说话 得让所有人包括商场的人 在不想表态的情况下 非得站出来表态 这种情况 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自由社会所为 所以一定程度上讲 它不但是妨碍了言论的自由 而且是妨碍了商家保持沉默的自由 不好意思啊 我说到这种问题 我有时候会有点愤怒 这也是我对西方的左派 一直是很不待见的这样一个原因 因为有很多的时候他们利用了道德的高点 利用了一些看似似是而非的这样的道理 去破坏了一些民主自由社会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们再回到油管这个东西 油管掐你的广告是不是损害你的言论自由呢 我觉得这个事得一个立一个立来看 像我的情况很明显就不是嘛 不是因为这种情况 我骂了油管 我说打倒油管 那么人家至少没有把我的频道停掉 对吧 然后就说你如果要证明说油管确实是在打压你 而不是出于他自身的一些考虑出发呢 那你必须找到足够的证据 那么目前为止在我个人发生的案例 跟我观察到其他人的一些案例上面 我还没有看到太多的这样一个确凿的证据 有这样充分的怀疑 包括之前Prague University 为什么很多时候受打压 有这样充分的怀疑它是背后有特殊的目的 但是都没有一个充分的证据 所以我不能说油管这么做 就是打压了言论自由 但是我要说的是澄清一点 从经济利益上掐断你的经济来源 或者说是通过影响你的经济来源 去影响你的言论 这个确实是有可能涉嫌言论自由的 但是我们要一个按一个按的来评论 就是就事论事 好 今天今天我就在这儿 青山不改 绿子长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